Hello 大家好 Jet 又是陽光燦爛的一天 看不見我身後這個平台 上次帶不到你們看的 一個四百多萬四百尺 連一個七百多尺的平台 這次終於來看到了 現在就立刻出發了 記得按LIKE和訂閱 尋找我影片資訊欄的聯絡方式 你可能想收到樓市資訊的話 也會有一個 WhatsApp 連結 按一按 把我的電話 發信息給我 讓我又收回你便能收到 現在就看這個大平台 以及它的單位 單位的面積很實用 終於來到這次要帶你們看的 這間實用面積四百零一尺 連一個平台七百三十多尺的平台 現在我就身處在門口的位置 門口的右手邊 其實這一個 先說一下間隔 客飯廳的間隔 類似一個小小的女字廳的間隔 但是其實現在再提一提你們 我們現在看到的單位是四百零一尺的面積 但是這個客飯廳 其實已經比起很多三房單位的客飯廳 都還要大 然後門口的右手邊 會看到有一個凹位 這個位置很好 因為如果家裡真的 你是可能女士們 男士們多很多波鞋 高跟鞋 靚鞋 需要一個很大型小小的鞋櫃位 這個位置是適合的 又或者你是有我養魚 熱帶魚 這個位置可以出一個 還有一個很高很巨型的一個魚竿 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其實前面的位置會是一個飯桌位 看看你能不能在家裡煮食 因為樓下始終賣東西都方便 但是都可以放到一張緊的餐桌 然後我們門口左手邊 其實會是單位裡面的廚房 廚房兩房size來說 其實算可以接受到 因為本身這個客飯廳那麼大 加上還有一個平台 然後樓下那麼多餐廳 其實很多其他的位置都可以彌補了 所以廚房大小我覺得可以接受 然後裝修就可能等待裝修師傅再整理它 因為現在是沒有完工的 然後我們走前來就是單位裡面的客廳 客廳說說面積 心就約會是7呎鬆些 闊就9呎鬆些 其實這個客飯廳 比起如果我們以前看過很多 其實只是這個客飯廳就已經等於人家 整個單位裏面那個 就是這個客廳就等於 別人整個單位的客飯廳了 然後 景觀上看出去 因為始終我們平台單位 看都是看別人的平台 其實別人的平台應該 都是視視正正的 沒有想像中那些很吵架的感覺 而這個客飯廳我再想說一說 因為你可以放一個 二至三人的沙發 很大張我想都沒什麼問題 然後反而是這幅牆 這幅牆的話可以做一個 那些私人影院 做一個投影機這樣射下去 可能甚至乎一部大電視 40吋好50吋好都沒問題 然後還有會有一個對流窗的 尤其如果家裡想空氣流通的你們 就適合了 接著我們再進來單位裏面的洗手間 洗手間正常常有窗 而且都是換了瓦仔做了棋缸 這樣清潔一下 因為之前可能師傅油油的東西 都會在那裡有些塵 那鏡頭我想其實就未必看到 但我眼見告訴你們 接著我們看看主人房 主人房的話 現在眼見這邊就會有兩個窗 做空氣對流 然後這個闊度會去到差不多 已經去到八呎 然後這個打橫這個闊度 我們就這樣數一數就已經去到九呎了 無論你可能打橫擺一張四六呎床 或者四尺半床 四尺半床大概是去到這個位置 其餘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可能衣櫃位會在那裡 床會在這裡 不過這間房尺寸算OK 我就不太深究怎樣擺位 接著最後我們還會有一間小房 小房可以看到這裡還有一個出口 待會我們就會在這裡出去 出去平台單位這裡 因為平台會在這間房出 幸好不在主人房出 讓我們說是兩個人住 可能沒有小朋友 那如果真的要開派對 這間房都是一間類似书房 或者放置東西的房間 另外那間房間 就先是用來睡覺 或者擺衣服的地方 然後這間房間的大小 寬度就至七尺半 接近八尺 而橫這裡就是八尺 更鬆一點 都會有隻窗 現在我們先出去 接著我們就出來這個平台 看到現在有點窄 但不需要擔心 因為本身是很闊的 這個出入口 不過放了一個雪櫃在這裡 所以我從這裡出來 好,讓我慢慢移到鏡頭 因為免得太暈了 之前有些觀眾跟我說 我也沒有留意 好,現在看到這個好市正 好市正的一個平台 它這個面積就是730多尺 然後有電、有水已經做好了 剛剛在廚房有沒有發現是沒有洗衣機 洗衣機現在就在這個位置 當然了,你看到現在是露天的 其實我想如果你們自己住的時候 都放一些戶外的防水防曬的櫃 就是放一些電器的保養得好些 放在那裡 好,這個這麼是正的 看到呢 我也有問過業主 剛剛裡面的裝修 另外都做了這個防水 重新做過 不需要擔心這個單位 然後大概花了11至12萬 然後這個位置我最喜歡 現在看到的 即是看出來 雖然看到有車的 但車的速度不會快 其實聲音現在可以讓你們聽一下 其實是完全接受 靜的 當然了 其實距離的單位都很遠 其實聲音都不會傳到入屋 但反而出來 雖然今天還是很熱 現在還是夏天 但看著這個景觀 其實這個環境 比起我們很久之前 帶你們看過 有看著另外那邊的景觀 看著另外那邊 就看著樓 是靜的 是陷阱 但真的沒有東西看 出來這個環境 有時真的晚上 沒有東西做 其實也不用下樓下 或者一班朋友過來這裡 玩一下 吃東西 看看這個 晚上 雖然也有其他樓在這裡 但我覺得 尤其這邊 晚上應該挺美的 跟著可以想像一下 我好像現在中原的官網 是可以模擬裝修 或者如果你們有時 可能上淘寶 淘寶看到一些戶外的 一些很大型 當然那些你就要衡量一下 因為有時真的會違反 動管理處的要求 當然 你移動到 又不是固定的 又不是整個大型玻璃屋的 那些戶外移動 有收到的戶外沙發 有個小帳篷 可以在這裡 尤其現在很流行的 如果家裡真的到時候有小朋友 這間做回小房 那真的開派對 沒有辦法 要在他那裡出入 但是其餘時間 他有一個很好的戶外空間 給到他 然後他有一個 自己專屬的戶外活動 其實我覺得挺好 尤其單位的面積不小 好 看完了 今次未必帶你們看 樓下的餐廳交通距離等等 但我可以保證 是很方便的 而且如果真的想了解多一點 可以看回我上次那條片 即是三百多萬有裝修那間 你可以看回到片尾 我會介紹樓下有甚麼餐廳 以及怎樣坐巴士 你們可以去看看 說回這個單位做回總結 這個面積 這個客飯廳的尺寸 加上這個七百多尺的平台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之好 因為有很多人 我想唯一一個問題就是 出入口 在這個小房那裡 但是可以想回 如果你可能買進來這個單位 你是一至兩個人住 然後這間小房 你就未必用得著 如果真的有小朋友的話 其實我覺得一個好處是 能夠遮蓋到 你隔不少叫朋友上來的壞處 因為有一個客飯廳 這麼大的活動空間 又不怕小朋友 因為現在你知道 很疼愛小朋友 會買很多那些書 玩具 因為我的兒子又很多 還有一個戶外的平台空間 在給他 這個反而我才覺得 是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這個戶外空間 你如果真的有想像力 可能肯花一點心機 是玩得很漂亮的 那些什麼Camping 可以挑戰到他們 好了 今次這段影片到這裡 如果你看樓 想看這個單位 記得找我 我的聯絡方式 影片資訊欄 還有給like 和訂閱我的頻道 今次這段影片到這裡 多謝你們收看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 拜拜